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路尽财 以跨行业经营 经营集团公司等 二 手上有新闻 在小纸下方的水星秋处出现新闻 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 横财可得 二是代表你的子女财运也会不错 可享子女之福 如果在太阳秋或木星秋出现新闻 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 心想事成 太阳秋的新闻若连接了婚姻线 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 飞上枝头做凤凰 若是连接了太阳线 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艺术才华而声明打造 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之后 有时会消失 你能否把握住 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 三 财运线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在无明纸下方直冲无明纸的竖线 为财运线 若财运线生得比较粗且明朗清晰 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 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 而且愈动愈望 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 如果是从商求财 必定是财如流水 连绵不断 此外 有此文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 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 四 手掌中多财库 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亦大富大贵 从像术学的角度分析 一般来说 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中 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是三角形着 还有就是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 皆为财库 表示着财富 无论男女 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 是容易大富大贵的首相 五 水晶秋红润隆起 水晶秋位在小纸下方 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 如果水晶秋红润且又隆起的话 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 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 此外 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 应变能力也很强 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 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 六 田宅宫饱满 在首相中 田宅宫是指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 西方首相学称其为金星秋 从八卦类像说 又为梗宫 这个部位通常来说 代表祖业 房子 田产 物业等等 如果田宅宫长得非常饱满 有肉 肥厚凸起 甚至凸出一块肉 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 代表其人的家庭运好 容易早置业 住大房子 七 财博宫凸起 首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为财博宫 西方首相学称其为木星秋 从八卦类像来说 又为迅宫 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 主要看此部位 假如财博宫生得突起饱满 多肉红润的话 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 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 会寻找各类赚钱的机会 并因此而获取巨大的财富 八 太阳线清晰伸长 太阳线又叫成功线 也就是位于无明指根部 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 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或小 能不能拥有巨大的财富 很多时候它也起很大的作用 假如太阳线生得清晰伸长的话 代表其人非常幸运 常常有贵人相助 不用付出太多努力 即可拥有很多财富 如果太阳线能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 到达月球或生命线的话 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 九 中晚运发迹的M文 首相中M文是由预注文连接智慧线和感情线后 与生命线形成的一个M文图形 一般早运事业波折 早不予钱财 中晚运发迹居多 这位女士首有M文 属于中晚运才能发财发福的象征 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线 人生目标确定 无人不复 只是早晚的问题 M型文理一般必先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况可成为人上人 如果手中各大线配合得体的话 一般四十岁之前可以成事成名 财富丰隆 否则必须四十岁以后才可发财 十 财富纹 在大拇指的第二节表面 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纹线 这些纹线便被称为财富纹 财富纹不论横纹或直纹 纹线越多表示钱财积累的越多 另外 在大拇指第二指节与手掌交界处的交叉线所组成的格子纹 斜纹 三角纹 菱形纹 钻石纹或类钻石纹等 均可称为财富纹 而且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 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赚大钱的可能 拥有财富纹的人 无论是横纹 竖纹 或者是斜纹 纹路的数量越多表示其人的财富越多 同时也更加忙碌 因为拥有很多财富线的人 大都会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势必攻心 谨慎小心 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也非常辛苦 古人们常说财富线多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名 二 巨富的面向特征 一 额头高耸宽阔 个人的额头如果有着高耸且宽阔的外形特征 那么说明他们善于思考且富有智慧 做事习惯于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解决 并不是那种有勇无谋的满夫 这类人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更是容易在年轻时期闯出一番事业 所以说额头外形出色的人 容易获得富贵 二 田宅宫较为风龙 所谓田宅宫就是指位于眼睛和眉毛之间的位置 不仅仅是上眼皮 这一部位若是有着微微突出 较为风龙饱满的外形 那么亲人的房产 不动产等资产就会非常丰厚 除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去获取之外 也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馈赠 这类人积累财富的能力很强 三 鼻梁挺拔 鼻直鼻翼丰满 鼻子是面向中的财博工 也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部位 好的鼻子应该是鼻梁挺拔 鼻翼丰满 鼻头圆润 这类人不仅工作出色 正财收入稳定 而且很擅长管理财富 不会在生活中遭遇破财危机 此外挺拔笔直的鼻梁 也意味着命主工作顺畅 高耸的拳鼻意味着命主的权势十分强势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容易成为公司企业的领导者 或者是依靠个人能力成功创业 获得令人羡慕的财富收入 特别是当拳鼻高耸 但并不尖锐的时候 其人不仅自身事业运出色 而且还可以在工作中遇到自己的贵人 五 嘴角微微翘起 牙齿无缝 微微翘起的嘴角 象征着命主的心态出色 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能够保持成熟稳重的态度 有着成大事的资本 而无缝的牙齿 则代表着其人金钱观念出色 不会肆意浪费财富 所以说 也是有才的面向之一 六 下巴饱满风盈 下巴在相学中被称之为地格 代表的是其人 在晚年时期 具有的运势变化 如果个人的下巴饱满风盈 线条圆润的话 意味着 其人中年之后 财运出色 不愁吃穿 在老一辈的观念中 长得胖乃是有钱的象征 因为只有有钱人 才能够吃得肥头大耳 身宽体盘 但是在相学中 象征着有钱的特征 可不仅仅只是丰满肉感 一些较为重要的部位 比如鼻子 手掌等 还要有着出色的外形 或者纹路 有这些特征的人 才更容易有不俗的财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그러니 下次光点赞 欢迎订阅